截取這個地方當然除了用那個 用都畫耀之外 後來我發現用4圈圈其實也可以啦 4J乾脆直接等於3到5就可以 好像更簡單 所以那個寫法有的時候其實 不是單一一種方式去寫 因為3到5就是第三欄到第5欄之間 那幫我找到之後呢 就幫我放過來 因為它剛好位置是固定的 那可以用4 如果不固定的話就用都畫耀 至於當然細節部分 如果各位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去再看看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以後有些事情 假如說你會用程式來解決 真的快太多了 你就不需要人工去幫你做這種 突發燃光的事情 那今天的話大概最後 我們主要今天講了幾道立體 裡面大概重點我們大概回顧一下 第一個我們從REP到LEN 然後再來到把它改成用Test函數 最後的話做成聚集 所以這個錄製就可以了 背後再加註解 再來就是VBA 那裡面的話特別注意最後呢 如果你的Excel裡面 假如說你有寫了VBA的話 請特別注意最後如果另存新檔的時候 或是存檔的時候 它理論上會跳出好像是否儲存為這個 特別注意喔 預設的這個格式是不ok 如果你儲存下去 跟各位講 你的VBA就全部消失 而且再也找不回來 那記得喔 不要存錯檔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 存錯檔一定要存那個 啟用聚集的活業簿 然後把它儲存 這樣你的VBA才會被儲存起來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因為我這邊有一些範例檔 它是用的格式喔 不是用那個XLSXX 而是用比較早期 像什麼 這個舊版的有沒有 舊版的如果有這個 97到2003以前的格式都是XLS 那這種格式喔 就沒有區分了 它其實本身就可以儲存那個 如果你另存新檔記得這個 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剛剛沒有講的話 存錯檔 我下一次開起來就不OK了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後面有延伸就是這一個 其實也是跟剛剛那一題 其實還蠻類似的 那主要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FINE 找前刮盒位置 找後刮盒位置 把它切割下來 如果發生錯誤 用IFL 那同樣的邏輯喔 我們如果把它轉成VBA的話 基本上喔 大概寫出來 就大概長這樣 所以未來喔 如果你們將來 在Excel裡面 可以做出要的公式 其實也或許喔 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也可以再把它轉成VBA 所以如果你Excel 寫得出來的話 我想後面要做成VBA 就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那當然思考方向有兩個啦 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程式 相對比較困難 如果你不會寫 至少你會用哪個方法 丟公式 那丟公式的話呢 大概注意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記得把它取代成兩個 第二個 如果裡面有列號的話 把它改成這樣子 有沒有 雙引號 and and 再加一個i 基本上 輸出公式就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有延伸的這兩道題啦 一個是資料剖析 關掉那個提示的部分 它就不出來了 另外一個就是 把它直接用VBA來寫 可是難度相對比較高 唯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給各位參考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今天時間上只有六個小時 就真的應該算是非常的不足 不過我覺得這應該是個開始啊 如果你對於想要提高效率 能夠讓自己工作的時間變短的話 那你當然有必要去了解什麼叫VBA的程式 那我有把這相關的東西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後面如果各位還有興趣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從這個做完 這個 這個 依次往前 總共大概我把它分成 大概有五個單元加後面的綜合列型 跟各位講啦 這當然只是入門而已喔 這些範例還是你只能入門 如果說你還要再做其他更複雜的應用 可能還要再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啦 那希望這一堂課喔 可以至少是給各位一個開始 然後了解說其實 如果你會寫成是 應該是可以讓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變得不一樣 那你不要排斥它就好了 OK 那我們大概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再試試看喔 如果喔 最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當然也歡迎各位再提出來 那如果你現場喔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可能還是第一次接觸程式 還是很陌生 那沒有關係啊 之後如果說你有什麼樣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也許可以再提出來討論也OK 那我會把今天 錄下來影片喔 整理之後 也會如果你們在問訣裡面有留 Email信箱的話 我會直接寄到各位的信箱 然後在YouTube上面就會有影片 那你們可以自己再找時間 反正再做個複習吧 那當然我YouTube頻道上面 有很多其他 再更進一步的影片 那當然歡迎各位可以在上面 也許在一起學習喔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們在那個什麼 YouTube下方不是可以留言嗎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告訴我幾分幾秒 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也可以直接就告訴你就好了 這樣就更快喔 那YouTube非常的方便 而且YouTube YouTuber才會講 最後會講說 記得喔 那個什麼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對喔 記得要訂閱我 諸如此類的喔 不過其實當然也是這項 如果你希望 就是繼續學習的話 那我覺得學程式就是要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耳濡目染 反正你只要不要放棄 我相信有一天喔 你也可以很流暢的把 你想要寫的程式寫出來 這應該不是什麼太大問題吧 OK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有一段時間是 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欸慢慢發現 怎麼越寫越順暢 越寫越進入情況 不過這個是需要有一段時間 去慢慢累積的 OK 好 那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